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這個頭像更換2 教你更換Google上的大頭照 那這個教學的網址 貼在這個YouTube的註解這邊 等一下就到這個頁面 因為有一些那個文字 連結跟圖片 有的要點擊有的要參考這樣子 好 那這個其實這個 一般是很少在更換頭像 那這個其實仔細的點點按按 是蠻容易的 那也是蠻簡單的 那主要是那個你要先 搞定頭像 你要先弄出一張頭像 那你要先有那個大頭照 那這個地方的話可以參考一下這兩篇的教學 那一般在 就是說你 先有了一張的那個圖片或者是相片 那接下來就是裁切跟 尺寸的大小 大概會卡在那個 因為有的那個 就是說你上傳的那個頭像有沒有 會卡在那個尺寸的部分 因為有限制它的大小 就是說你要上傳到這個比如說我現在要講的這個 去更改這個頭像嘛 它會有限制 那個 水平跟垂直 的大小 那個就是要去做一下尺寸的 縮放 把它調整一下 要不然你沒有辦法上傳 它有規定的 你不能太大張也不能太小張 那就參考一下這兩篇的說明 那在第二篇這裡有沒有 這個 就是 用這個 中文字 用這個 國字 來做那個頭像 來做一個那個 一個那個 頭像或者是大頭照的話 那像這個 因為 其實不需要用到那個256這麼大 因為那個在換頭像的時候 這個我等一下會說明就是所謂的這個 要選取範圍 要選取一個範圍來做頭像的 它有這個東西 那你這個地方弄得太大的話會 有沒有那個縮放的時候會不好抓 所以說一般是使用 96 或是128就可以了 這樣子 好 OK 呃步驟說明 如果你的瀏覽器是使用Google Code 並捆綁帳 帳號 你只要點擊 這裡 就是你使用的是那個 谷歌的Code 流氧器 那你已經捆綁了那個帳號 你這個流氧器已經捆綁好 那個谷歌的那個 Gmail帳號 那你只要點擊一下這個 然後選取管理你的 Google帳號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直接到這個 Account 上號 搭Google 這個 這個網址 也可以 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點擊一下這個 相機 相機這個按鈕 點一下 步驟3 那接下來就是 將 製作好的 你自己弄的那個頭像 那在上一篇有沒有 上一篇的Facebook的更換 我是使用這個提模的 但是圖文說明也是用那個提模的頭像 那這一篇就是使用這個中文字這個封 封這個 好 那就點擊一下從 電腦中選取一張相片 那我上傳一下封 這個 Test封這個 這個 這張圖 來做頭像這樣子 然後再點擊一下開啟 這邊 直到並選取要上傳的圖片 然後點擊開啟按鈕 那這個所謂的 顯示副檔名 跟 那個 檢視切換清單這一些的 的操作 就是像這個點png顯示出來 然後這邊 用清單這個操作 那參考一下這裡面的教學 向下拉這個 顯示副檔名 然後檢視切清單 這邊 這邊 就是檔案總管的那個基本操作 就參考一下這裡面的教學 那這邊我是放在桌面嘛 那個要上傳的圖片放在桌面 然後選到這個 然後點開啟 然後他就會開始上傳 那上傳好了之後接下來是 要拖拉調整 範圍 這個地方你自己拉一下 這樣子 他這個是屬於正方形的 這個 這個地方你要慢慢 你不要 太急的按這個 設定 你就慢慢的調整 慢慢的拉動 把它自中 這樣子 自中一下 慢慢的拉 是顯示 這個範圍裡面的 內側顯示 部分 拖拉調整 一下範圍指的是 內側顯示的部分 就是內側這個部分 有沒有 他會把它框起來 有沒有這麼大 但是 中間的這個部分才是 頭像 你要自己拉動一下 那外圍這個 這個就不要了 是中間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左轉跟那個右轉 那這個原則上是正的顯示就可以了 因為有的那個 譬如說你的那個圖片是 這個一般是繪圖軟體就可以超速了 不論是那個小畫家或者是PickPick 或其他繪圖軟體你就要把它調正 所以一般這兩個是用不太到 那這個 你就把它自己慢慢的調 這個是指內側 裡面顯示的部分 這樣子 就是從這邊拖拉 慢慢調整 那好了之後 點擊下 設為個人資料相片按鈕 這樣就OK了 好像就OK 但是這邊還沒有換 這邊也不會換 這個是什麼原因 好這邊就是說 這邊主要跟大家講還有一個東西就是要注意緩存 沒有錯是緩存 一種是瀏覽器緩存 就是說假設這個地方你傳了怎麼沒有用 因為那個瀏覽器比如說你是用那個 那個Firefox 火腐瀏覽器在登錄 補歌的 或是你使用那個 Edge 或是IE 或其他瀏覽器 它那個是有瀏覽器緩存 它沒有刷新 那你就要點擊一下刷新按鈕或者是按F5 那這個地方才會變 按這裡 或按一下 快鍵上的F5 這樣子 它才會變 那個頭像 那第二種緩存是伺服器緩存 由於 那個Google 捆綁很多產品比如說YouTube 還有一個它的那個等等的一些產品很多的 還有部落格啦等等的 那個不會那麼快換 那要等一天或者是兩天 我記得好像是兩天吧還是三天我忘記了 頭像才會全部更換 這邊怎麼奇怪還沒有換 這是因為伺服器緩存 你不用急 反正你這個地方換好你就隔一天 隔兩天或是第三天 那個頭像才會全部換掉 因為它有關聯比如說YouTube啦或者是 部落格或者是那個 其他的那個Google的產品 它是伺服器緩存這個地方要注意 它跟那個Facebook不一樣 Facebook 就是那個 Facebook是立即的啦立即就換掉 但是 谷歌 它是伺服器緩存 Google 然後這個地方要知道一下 它不會那麼快換 就是這個緩存的部分有兩種一個是流感器緩存 那是要按F5刷新 頭像才會變更 那一個是伺服器緩存 就是你這個頭像 它是有做那個一些的緩存的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要等一天還是兩天我忘記了 還是三天 那個頭像 像這裡的才會全部換掉 所以說不用急 你這個地方換掉就可以了 然後等了大概兩三天 它才會全部都換掉 這樣子 好 那這一段的 那個Google的更換大頭照的 說明就到這裡 那主要是那個大頭照的部分 就是要弄一張頭像出來是比較麻煩一點 那就參考一下這兩片的教學 這樣子 那這個更換大頭照的 其實是蠻容易的 那谷歌 的大頭照的更換就是要注意一下它有緩存 緩存的部分 那要等比較多天一點 那這瀏覽器 怎麼沒有換 那就是按F5刷新 或是直接點這邊 刷新就換掉 是這樣子 好這個地方要 知道一下 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樣子 那個緩存 也可以叫緩衝啦 緩衝 這樣子 那這個 支持一下這個教學頻道 可以點擊一下這個訂閱按鈕 訂閱一下 支持一下這個 那在這邊 YouTube的註解這邊還有一個 Done贊助連結 維持這個教學頻道能夠正常運作 大家可以到這個 贊助連結裡面的Done網站 進行小的贊助 就是這邊的這個 點進去之後再點擊一下那個裡面的那個 可以進行小的贊助那個網站 就是說如果你要贊助的話 贊助這個教學頻道 讓這個教學頻道能正常運作的話 就這樣子 然後就是謝謝大家 收看這個 此段的教學周明 OK 就這樣子